中国的集装箱昼夜吞吐量再次震惊世界 昨天全天上港集团集装箱昼夜吞吐量达到了134177标准项 比上月18号创造的记录又增加了约2300标准项 再创新高 其中去年年底投产的杨山四期功不可没 完成了9309标准项 为上海港吞吐量创新高打下了坚实基础 目前杨山四期先期采购了184台设备全部上岸 新上岸设备通过调试后陆续投产 码头已形成了13台桥钓 70台轨道钓 80台AGV的生产规模 到三季度末 昼夜吞吐量超1万标准项 将成为码头生产作业新常态